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大盘涨了3.76% 以前日最高点大涨560点做收 指数攻回了15500点附近 收15493 差7点上到15500点之上 而且占回了年限 等于说突破了年限 你们能站稳另外一回事 看未来几天的表现 今天如果扣掉台积电的话 大盘是涨2% 也就台建贡献了 大概1.76%的涨幅 另外台建贡献了300多点的涨点 因为台建今天收涨40块 收在全日最高点 今天台建涨幅超过大盘 涨了快8%多 反映春节期间ADR的涨幅 完全差不多了 今天相对弱势大盘的就是食品股 食品股几乎没有涨 只有涨了0.14%的幅度 整个食品股里面下跌了 还有大成像泰山 福茂油都下跌 另外塑胶股涨1.9% 差不多大盘涨幅 纺织股涨1.2% 也差不多大盘再弱一点的涨幅 纺织股里面像巨洋还下跌 水泥股是涨1.77% 也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电机机械呢靠华星 对不起 电机机械涨2.5% 靠这个亚德克 主要靠上瘾 因为上瘾今天涨停板 然后另外电气电缆 靠华星大涨7% 华星今天股价大涨快9% 这个就靠华星拉上来 化学生计也没有什么表现 涨1%多 波涨涨0.8%的幅度 灶值涨1.6% 另外呢钢铁涨2.4%算不错 中钢涨了快3% 算是超过大盘 汽车股靠育龙大涨5% 指数大涨5% 育龙今天率星攻上涨停板 非常亮眼 中华车也涨了5%多 涨了半根涨停板 核泰车也涨了5%多 以及呢核大涨了快5% 建材营造就没行情 只有涨0.5% 航运更惨 航运涨0.43% 长龙阳明还下跌 这个长龙跌1%多 阳明也跌1%多 万海涨2.7% 算是航运三雄里面表现最好 那观光股呢 只有涨0.24% 也不是主流 金华跌了快1.8% 八方云集跌了快3% 熊师跌了0.48%的幅度 好乐迪跌了0.64% 都不是今天的主轴 另外金融保险涨1.6% 金融保险类股呢 差强人意啦 不算太差 但是呢也不算是 今天领涨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今天领涨 就是电子股半导体族群 半导体族群呢 是今天盘面上表现最亮眼的 整个半导体指数大涨7%多 主要反映台积电的上涨 资金流向也很明显 像金融靠 像电子靠拢 整个大盘的 电子占比68% 金融5.8% 飞金电呢降到只有不到26%的一个 资金占比 好那赶快来请教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的 林昌星理事长 昌星你好 老大哥好 大家晚安 好那今天明显就是靠 电子跟半导体 就是反映美股的青春期间的涨幅吗 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台湾是亚洲市场里面放价放最多天的 所以我算过总共有8个交易日没有开盘 所以反映的是上个礼拜少涨的三天 还有再加上上个礼拜的五天 所以美股在这段期间呢 虽然公布了很多财报 可是科技类股呢 其实财报不好 可是股价的都是什么 非常亮眼 而且持续创高 那反过来台积电的ADR Amedia 那这一类的半导体的概念股 都率先的创高 所以今天等于是怎么样 资金又回融到电子 反而老大哥讲了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留意 我们之前年前 大家看到这些消费类股 其实在这一波 反而已经涨多了 不涨了 现在资金回到低档的电子 所以我觉得电子类股呢 可以开始做一些 所谓的轮动的布局 那反而半导体涨多了 接下来又变什么 没有涨到的车电股 所以现在等于是 电子的火热的程度呢 开始又慢慢拉伸 好 那电子股拉伸 但是你也发现 其实今天电子股 也有落势的 对不对 好像是鸿海就收平盘吗 那鸿海集团 为什么今天都没啥表现呢 我觉得鸿海集团是这样 因为其实这一波 在涨就涨这些半导体类的 其实 其实半导体的涨幅 尤其是Amedia 涨幅其实是比Apple来的大很多 所以我认为 其实鸿海 它现在是要准备开始转型 那转型的收益 会不会直接灌进来 其实大家还在观察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于鸿海的投资人来说 可能还要再耐心等等 那这些其他的半导体类的 我觉得是现在市场的主流 反而是现在出现的一些 所谓的半导体由弱转强的这个形态 非常明显 好 那美股上周 这个涨最多的是特斯拉了 一周涨了33% 今年特斯拉已经涨4成了 但是虽然说涨4成 因为它去年跌了7成 所以说远远还没有回到这个去年的价位了 那上周的涨幅是2013年5月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 Meta涨9% 苹果涨6% 奈飞涨5.3% 亚马逊涨5% 微软涨3.3% 你看微软公布财报不好 而且预告AZU它的云端 这个季度还要比上个季度再掉 以上个季度的增长33%的基础上 还要再掉3到5个百分点 结果它股价还涨了3.3% 全周 谷歌涨1.4% 这个礼拜谷歌要公布财报 亚马逊要公布财报 然后苹果要公布财报 都是这个礼拜主要的看点 Intel上周五 一开盘跌了十几% 收盘也只有跌6%多 那全周跌3.6% 涨最多的一档股票叫Lucy 电动车的概念股Lucy 你知道它涨多少吗 它开盘可以涨100% 我没有说错 它涨了一倍 涨了十倍 涨100% 对不起 涨100% 涨一倍 股价涨二倍 double 股价double就对了 然后收盘涨43% 你说Lucy为什么会 这档电动车的股票怎么会涨98%呢 就是涨了100%呢 是因为沙烏利阿拉伯的主权基金说要全速收购它的股票 然后让它重新在沙烏利阿拉伯上市 有重视吗 有重视股票就涨100% 就疯掉了吗 是这样吗 有啊 当然了 因为美股是没有涨跌幅的啊 所以说其实也是跌的基起很深 所以基起很深这些电动车呢 今天是怎么样 美股涨 涨完今天的A股电动车也涨 台股的电动车也涨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在今年度看来 其实又开始启动另一波行情 所以今年我们要好好压电动车是吗 今天今天大涨很多都是电动车相关族群的 怎么德威啦 你看台办啦 还有就是育龙 对不对 育龙是做整车的嘛 今天率先涨停板嘛 然后做电池的部分 你看像是有关铜的概念的 这些像镍的概念的像华兴啦 或者做这个铜箔的像京剧啦 全部都大涨了这都连在一起的东西嘛 对其实大家可以观察 其实不只是美国 其实今天在上海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中国 它也是怎么样 开始对于说电动车的补助 今天最新一个消息 就也是提到 中国的电动车的补助 今年度1年1月1号到今年的年底 这些整车的购车税给你全免 所以所以市场等于是 今天A股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弱势 可是电动车类股也是起涨 所以美国涨 中国涨 那台湾的电动车也涨 那台湾的电动车相对有些 又相对比较便宜 机器又低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应该会在今年呢 会比去年第四季好很多 好看起来电动车跟半导体 又是今年的这个至少 至少这一波上涨的主轴吧 对不对 这个后面的行情很难讲 也不用太乐观了 今天出来的越南的出口 年比衰退21.3% 1月的出口大跌 超出预期的10.4%的跌幅 进口衰退28.9% 预期衰退14.4% 你看越南的这个最主要 欣赏这个出口的指标 金丝雀 越南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出口衰退 另外马上公布外销订单 经济部已经预估了 外销订单全年会转付了 去年12月外销订单绝对不好 不会好看了 所以这种行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呢 很多人看不懂 就是说为什么基本面看起来那么差 确实会出现大涨 是先拉再说吗 是一种先拉再说的一种所谓的幻想式的行情吗 还是说呢 真的真的没那么差 是大家看太差了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点 去年的1月就2022年的1月 大家都看得营收很棒 可是却是全年最高点 今年跟去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说 大家把美国联储 就是FED的紧缩 把它想成是现在紧缩到会接近的尾声 所以现在不管财报了 现在只管资金的紧缩跟宽松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资金 就是先卡位 也就是如果接下来美联储真的只升息一码 而且今年升息两次的话 大家在押注的是 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衰退 有可能FED会开始准备 开始不动甚至于降息 所以资金就先压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 应该是由所谓的筹码面 还有资金面来启动 反而跟基本面是有点脱钩的 好所以有点矛盾了 对不对 但技术面告诉你 它确实是一个强势多方行情 这是无误的 也就是说 到底你要相信技术面 还是相信基本面 我觉得技术面都是领先基本面的 技术面领先基本面 在领先心里面 所以说按照技术面操作 错不了太多 那基本面后面会跟上 假设说技术面真的告诉你 这波是回升行情的话 后面基本面就会有一些好数字出来了 如果说它只是个反弹 后面基本面的数据 还是会继续差 那这个就是我个人对金融市场的一个 我自己的经验值提供大家参考 那至于说刚刚讲到外销订单 经济部已经估出来了 这个12月会减幅会扩大到三成 而且各主要货品接单全军覆没 其实有去年底春节备货 跟欧美消费旺季支撑 仍然难以回天 去年全年几乎笃定 线路外销订单的负成长 刚刚我们讲越南的出口 这个就是基本面 对不对 但是大家现在不管这个东西 我们就休息一下 大家在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这个礼拜非常多的重量级的数据跟会议 比如说1月30号德国第四季GDP 1月30号中国大陆的 去年12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1月的官方制造业PMI 这个都是重量级的经济数据 有关中国大陆要公布出来 还有欧元区第四季的GDP 2月1号有中国大陆的 1月财新制造业PMI 欧元区的1月制造业的PMI 还有欧元区的CPI 美国1月的Market制造业的PMI 1月的ICM的制造业指数 都在2月1号要公布 2月2号还有FOMC的利率决议 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 跟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那2月3号是中国大陆 1月的财新的服务业PMI 欧元区的12月的PPI 还有美国1月的非农业就业数据 失业率 以及美国1月的Market服务业PMI 你看到这个礼拜有多少重量级的数据 包括会议 另外在财报的部分 周二是通用汽车 辉瑞 麦当劳 艾克森美孚 Spotify 穆迪 AMD Snap 瑞银都要公布财报 周三有Meta 有苹果 有谷歌 有亚马逊 有高通 有福特 有星巴克 这些重量级的公司要公布财报 所以这礼拜很精彩 这个美股会怎么走呢 连续了大涨四周 纳斯阿克指数连续大涨四周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何必要去观察一个重点 假设现在跟去年的第四季一样 就会利空出来 然后直接反应 可是现在的财报 美国的财报 我说认真的 公布出来一定不会好 那不会好的时候 一公布出来 美股一旦是走开低的动作 你就看到 开始都走开低往上去拉高 就表示说 现在的美国市场是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开始去修正本益比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个重点 其实股价是这样 股价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EPS 就是营收 一个是本益比 今年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 反而是本益比上升的状况 如果大家看到科技股的本益比 开始往上调升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许 这个企业的营收还没有出来 营收可能还在下滑 可是本益比已经先动了 那本益比一动的话 哇 这些股票 其实本益比都是以倍数来成长的 它就会动的比较快 所以我倒是觉得 这个礼拜如果公布出来 营收不好的股票 大家反而可以特别留意 开低应该反而是买点 而不是卖点 那不然的话 如果像台股一涨 就涨500多点 根本也切不住了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美股接下来就是 要迎接的就是升息 如果是升息印码的话 那大家对于FED 接下来紧缩 可能就是要慢慢的结束 那升息印码应该无误了 就是说 现在目前的 Fed Watch 这个CME的利率取货都告诉你 就是升息印码 我想林总会应该不会出奇招了 马上这个礼拜就要公布出来 最新的利率决一包 英国央行欧洲央行 不过现在目前美国的电子盘是大跌 纳萨克指数跌了1%多 跌了100% 对跌1% 那台子期还好 台子期现在目前是只有跌17点 很挺 这个美股大跌1%台子期才跌17点 很挺 是怎么回事 因为大家买不到 我说认真的 今天我也问过银月 他们说今天只有卖股票的 然后台积电买得很开心的 根本没有人买股票 因为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大家觉得 这个现站稳的时候 任何的回答 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偏多思考 包含法人也一样 今天外资也是买了非常多 中逢大买超 买了700多亿 亚洲疯狂富豪就是外资 今天买了700多亿 台子期现在美股大跌的情况之下 只有跌17点 真的很挺 最主要应该也是反映 今天外资在现货大买700多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超过800亿 这样的一个疯狂大买超 至于说买什么股票 等一下再跟店又没有报告 买起来就是吓死人 台积电可以买个8万张 连电可以买8万张 真的是毛钱买了 买得非常狠 台积电今天才成交12万张 外资净买超8万张 你说怎么补整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的法人 好像是要回补科技股的感觉 大家如果去观察 去年的第四季到今年的开红盘新资之前 一直在探讨的是内需消费 可是这个好像看起来 已经变成是过去式了 已经涨过一轮了 那这一轮现在要涨什么 可能就是去年被看得很差的 但是财报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修复 问题是怎么样 资计已经先去卡位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资金的轮动 大家去看这样的资金的成交比 好像又重新的回到电子的市场 所以接下来就要重点就是说 你如果去看财报 你会买不下去 如果你去看筹码跟技术面的话 我觉得等拉回 你差有切入的空间跟机会 好二月的第一周第二周 SEC会公布出来13F报告 巴菲特会不会再次加码台积电 如果巴菲特再次加码台积电 可能台股后面台积电还有戏 对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一次的台积电最低 因为我记得有回到450几 对不对 那又是第一次巴菲特买的点 如果说13F公布出来 波哥价又买的话 哇市场又会 又有一声吵 又有这个声音出来 不过如果公布出来 巴菲特有买大涨 我觉得台积电你反而要小心 真的是这个时候反而安全 真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反而要留意 不过我看新春假期 法人出来台积电报告是说 估台积电今年的EPS33块 估明年的EPS39 说台积电现在目前的本益 比才12倍左右 是相对偏低了 这个也是法人的报告 当然提供大家参考 不代表台积电一定可以 这个回到20倍以上的本益比 今天外资大买 700多亿买什么 第一名买联电83000张 疯掉了 台积电买8万张 群创买37000张 台新金34000张 华星买34000张 你说 你说这个开盘买股票 今天开盘买股票 买不到会涨的股票 你去开盘买华星 你都快赚到半根涨停板了 对不对 华星收盘快涨停 他开盘才涨一点点而已 外资今天大买华星 这些都是今天强势的个股 反正今天有加持 都是强势个股 另外买电动车的ETF 国泰智能电动车 买友达 买元大台湾50 你看他不知道买什么 就毛钱买ETF 买星光金买利基电 卖超第一名 红海卖了3万8000张 怪不得红海不涨 被外资卖了 另外航运股为什么会跌 航运股被外资卖 阳明卖了1万张 中信金 英业达 华通 高利这些股票多有下跌 都是被外资卖超的 所以怎么看今天外资的操作方向呢 我觉得今天的外资操作方向非常明显 其实现在就是 美国跟台湾的走势 开始走了一致的方向 美国如果大家就看到 其实在上周五的电动车类股大涨 然后半导体类股 其实也是零涨 相对 如果大家去看 我一直都观察美国 包含这Amedia 他的股价其实在这一波碰到月线之后 就开始往上拉 而且上个礼拜也是都大涨 那回到台股 那你一线二线的金元代工都买 而且电动车类股都买的话 我认为 同一朋友去观察 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流向 外资的买入的方向是已经开始在往电子的方向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回头去买这些传产类股 那这个时候这些电子类股呢 如果本益比能够被上调的话 我觉得本益比的上调 会加速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涨幅 当然现在很多类股 尤其像台积电 它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挑一些车电股 还没涨到的 不要去追那个涨很高的 我还是有给大家一些警讯 就说你去看今天的香港恒生指数 跟香港科技类股 基本上今天都是开高走低 而且跌幅蛮重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这边还是要小心 好乐观至于还是要有戒心 这个是我们节目一贯提醒大家的态度 小心使得万年传 因为股票是天天可做 你没钱就没钱你就没得做 就这么简单 你全部套住了 你动弹不得你就没得做 那今天跌的是什么呢 今天跌像云品 云品大跌半跟跌停半 然后还有男人湖跌了三%多 这些都是内需的观光相关概念 六角你看跌了三%多 八方云集跌了快三% 还有呢 做鞋子的做衣服的也不是太好 巨洋跌了2.5% 这个预期KY跌了4%多 那另外生技股也不是太好 美食跌了2.5% 你看做鞋的丰泰也跌了2.4% 还有就是食品股 像泰山跌了2% 食品股今天也没有表现 精华跌了1.7% 这也是内需概念 还有就是像是 那个代销公司爱三零跌了1%多 就营件包括代销也不是太好 这个很敬畏分明 今天这个行情真的很敬畏分明 对 所以我想提醒同学朋友说 如果你这里真的看不懂 我建议就是上半年 你也可以做一些高股息的 因为高股息的 也有含一些电子股 也有含一些相对基本面比较不错 但是本益比较低的 那如果说你电子股追不下去 你布局高股息的 其实通常往年的上半年高股息的概念 都会比下半年来的好 那你就是现在开始布局 到六七月拿个配息 那息大概就不会像去年 因为现在的基期相对的比较低 你这时候去做高股息ETF的布局 我觉得就是避免你去追高 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等于说基本上又压一些ETF就对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不敢追高更多的话 对不敢追高的朋友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高股息ETF 很多它基期都比较低 那算起来大概5% 6%的配息应该是有 那这时候你去买 相对来说你就不用去追高 那就等着大概五六月去配息 我觉得今年在赔价差的概率 可能就比较少了 好 那电动车ETF 现在目前有好几档三档 对不对 可以可以着墨吗 我觉得可以 而且如果真的要买就买 法人今天买的这一档 就是外资买最多的 因为他有特斯拉 对因为相对便宜嘛 不要说特斯拉涨那么多 其实特斯拉相对的真的还是比较 最近有一个人讲话 最近有一个人讲话又大声 就木头姐 对 他重压很多 他致死这个都不急 特斯拉会涨到4000啊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是都可以喊 对对对 木头姐真的是 木头姐又活回来了 你看这个股票市场值是这样子 你只要不死你都会活回来 好非常谢谢苍兴啊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 请问您的关系 请按赞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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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